作為公所清潔隊 為了鼓勵鄉親來響應廢手機回收活動 特別準備香皂、洗碗巾 還有垃圾袋跟培養土 不用抽獎就來享受 工所表示 雖然環保署有準備筆電、手機等大獎 外加環保局也加碼 但獎項少 民眾要抽到幾乎不可能 所以才會另外準備這些家庭用品 希望民眾參與廢手機回收活動 結果馬上吸引不少人拿手機來參加 另外請給你們一個桌子 這是抽獎序號 這張桌子有兩種 第一種就是環保署 有最新的iPhone14兩支 還有筆電、iPhone12、Samsung的S22 然後多支手機可以抽獎 我們今天官員政府也很貼心 今年還加碼一支iPhone13 抽獎 所以我們手機拿來一支手機 給我們換一個兌換券 造福鄉民有給我們 就是說你看香皂啦 就是一般我們熱攝帶 一定要用白色的嘛對不對 那現在是疫情啊 這可以洗手啊 我覺得很好啊 所以那個黑洋土啊也不錯 你看種花啊 跟泥土繳在一起 哇真的是很棒 拿來清潔燉回收 白人是有可能就本塑車下去 那叫我們拿來回收什麼好看 哪種啊 我手機都是好看的 還可以調整喔 湯、手機沒有用 都是我們本塑車裡面 製造垃圾啦 也製造我們空氣的威力 所以提供這個 我也是很高興 大家鄉親 大家來救人 把垃圾混淆清潔潔 我們的環境就更乾淨 這項家庭用品兌換活動 只限狀為鄉親 兌換時間是週一到週五 早上九點到十一點 地點在狀為清潔隊 期限到十月底 宜蘭新聞記者張立林 採訪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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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